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河北青年报青豆视频报道,山东网友傅先生在7月7日反映,他花费了1.3万购买电视,但商家却一直未发货,声称订单价格过低。 傅先生表示,客服告诉他优惠券发错了,要求他补1000元才能发货。 商家则表示是操作失误导致发错券,考虑到亏损,一直在与傅先生沟通。 商家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案,陪傅先生500元或傅先生补800元差价发货。 经过沟通,傅先生表示已与商家达成和解,商家对此事表示歉意。 关注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